父皇病危 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 皇上不愿意让你担心 所以才一直瞒着你 但是他的消化症 已经到了游进登窟的时候了 怎么会这样呢 太子 我知道你想帮助木槿姑娘 但是当年皇上登基的时候 就有一群老臣不服 如今皇上病重 反对势力更是蠢蠢欲动 为了难过 不但您麾下的兵马不能动 而且还得尽快赶回去啊 段月容 你这个麻疤蛋 我让你放我出去 段月容 开门 放吧 你们先退下 是 是 你走吧 月容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江州离这里很近 张志颜她兵力强盛 肯定可以帮助原非白解围的 我还安排了一匹快马给你 你现在走吧 月容 月容 你告诉我 你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怎么了 父皇太病危 我现在要立刻 立刻回到南国去 月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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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你本来打算帮我出兵的 对吧 我谢谢你 陛下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承你闺眼 木槿 这是你最后一次为他去犯杀 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若是我见不到你 请你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活下去 生生不离的解药 我拼了 我拼了命 我也会为你去找到的 还有 如果我知道原非白 有一丝对不起你 我肯定率领整个南国 把整个原家陈平 我说得出做得到 是 非白 灯王 发作的时间 怎么强刻得如此之短了